刚从法国亚维农艺术节 结束巡回演出的十谷级乐团 可说是台湾之光 在舞台表演有亮丽的演出 另一支俄罗斯最资深的舞团之一 《学年舞蹈团》 则是带来了充满北国风情的热情演出 具体融合东西文化 促进资源短缺的宜兰县复办铜万节 让县民充满了光荣感 远见杂志调查2011 县市长施政满意度大调查中 宜兰县长林冲贤以黑马姿态出现 是20多个县市首长中 施政满意度进步幅度最大的一位 高熙君教授指出 获得五星县市长殊荣的县市 台湾东西不分宣制 可见并非资源最丰富的县市 才能让县民拥有光荣感 只有首长的领导能力 以及地方政府团队的服务热忱 才能让县民对施政感到满意 杂志社依据八大施政表现 及县市长施政满意度 抽样调查14000名的样本 针对教育 环保 治安 医疗 以及观光休闲 经济与就业等方向 进行评比 包括花莲 宜兰 以及苗栗嘉义等四位县长获奖 杂志社创办人高熙君博士 特别到各县市亲自颁发特制的奖牌 以资鼓励 雪水新闻吴亦林 吴芷云采访报道